剛摸完然後就把送給到我手上 最重要的是這個過程 他從頭到尾都不承認 他有做這樣的事情 家長說到紅了眼眶 最近的補習班老師對女兒伸狼爪 說來你過來坐 然後就會變成我女兒 就是坐在他嘴上 他會叫他這樣跨坐 就這樣叫我女兒 然後他的手術 就是伸到我女兒的內褲裡面 那更可惡的是 他家家有時候 少少小朋友過來 他手就伸出來 交一交又講一講 然後小朋友走了 他又把他伸進去 不只動手還動口 日前都會親他 然後說我們可不可以再更進一步 把這次把繩頭伸出來 然後我女兒才說不要 知道女兒出現怪異行徑 媽媽才發現事態嚴重 家長報警提告 被控的是補習班的 誠信負責人 去年剛結婚 是電機系的高材生 樹裡一級棒 負責高年級同學的數學指導 但被控一手教書 一手信騷 我們致電當事人 表示委託律師說明 接稿前無法取得回應 新美式教育局調查後 針對補習班延遲通報 開罰25萬 要求負責人不得進班 一切近代司法調查 若屬實將廢紙立案 補習班牆上貼著 防止信騷貼紙 但負責人卻遭控卷入 真相為何 近代司法調查 老師有沒有 升狼爪 記者姚立強 邵紫陽S小組 新美式報導 警察